第八章的那個SQLites 那這邊的話我們主要就是會講到有關 反正新增、查詢、修改、刪除 不外乎資料庫就是這幾種方法 就是新增嘛 把資料新增進去查出來 修改裡面的資料再刪除 大概就這四種而已 那其他的就是各自的變化 那比如說呢 我這邊有一個範例 第一個範例的話是新增一筆 那你按下新增的話 比如說這邊已經預先有一些資料 你可以先新增 新增之後呢 你會發現新增成功 接下來呢 這個是我們書上的第一個範例 那接下來我們要了解說 到底那個新增之後的檔案放在哪裡去 其實特別注意呢 在上學期 我們那個課程裡面也有提到 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用也是一樣用DDMS 在DDMS裡面 各位也可以找到也是一樣 DATA底下的DATA 其實那個路徑都差不多 在File Explorer裡面有沒有 也是一樣找到DATA DATA裡面的DATA 我們看一下 那我們專案名稱的話是叫做 印象中應該是 Insert這個地方 Insert Data的這個專案 那打開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Database 那因為我有Insert東西 所以這邊會多出一個資料庫 這個叫Size的資料庫 那它的副檔名 你把它Get回來 它副檔名是點DB的一個檔案 實際上它就是一個很小的檔案 微型的資料庫 那我們可以利用一些小工具 專門開啟這個 SQL Lite的資料庫 上學期間有給各位一個叫 SQL Lite的一個Browser 你可以把那個 把這個資料庫裡面 是要讀出來 就可以看到裡面 它存到底存了什麼東西 這個是一個運作的基本模式 是存在一樣這個DATA BASE底下 內部的部分 好那再來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在了解這個程式之前 我們稍微把這個程式 這個一些相關的知識 稍微看一下 首先的話 這裡面的話 大概要了解這一些 比如SQL Lite的資料庫的一些概念 這個概論 跟它的資料類型 那它當然因為它微型的 所以很多類型 在大型資料庫有的 在這裡都沒有 OK 然後呢 SQL的語法 還要Enjoy 怎麼存取SQL Lite的資料庫 另外新增查詢修改刪除 大概是這些重點 那首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大概的一個概論 SQL Lite 這個Google很喜歡用 我印象中 好像Google的那個瀏覽器 Google瀏覽器 背後的資料庫也是用SQL Lite 然後呢 它的大小只有275KB而已 非常小的一個 嵌入式資料庫引擎 主要就是因為它是很小 另外呢 作者 它把它捐出來 當然公共的財產 所以呢 它是Open Source 你也可以拿 你也可以取得它的 完整的Source 另外 SQL Lite 直接將資料庫的資料 存在什麼 本機端 我剛剛有秀給各位看 它不是存在遠端 而是存在自己的手機裡面 那會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要交換資料的話 就不能用SQL Lite 你變成還是要遠端 你變成還是要去 去存取你的Server上面的資料庫 所以就不能用這個方式了 它只是單機上使用 OK 然後呢 Android完全支援SQL Lite 這個資料庫系統 所以它 Android跟SQL Lite 完全是Match的非常好 那裡面的話呢 主要有那個 五種的儲存的類型 以前的話有非常多 資料類 儲存類型有很多 那在那個SQL Lite 只有五種 第一種的話是Nua 就是空的 還有Integer 裡面是整數的話 那符點的話只有Real 符點的 就是有小數點 那文字的話是Test 另外呢 這邊有個叫Binary 應該是Binary 就是那個什麼呢 比如說有圖啦 或者是其他的圖形檔案的話 可以放成Binary 不過這個部分 我們用的比較少一些些 主要呢 用的應該是上面這 上面這三種 另外就是Nua OK 然後呢 它沒有Date 也沒有Time 所以呢 你必須用什麼 用函數的方式來解決 也就是你存進去的東西呢 你如果存日期或時間的話 那你可能就變成你要存成什麼 存成文字 再用轉換的方法來做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特別說明一下 只有五種 因為它要輕巧 所以很多東西都沒有 那它對應到的 這些相關的我想 可能在其他資料固有的 你可能就自己要做一些轉換 OK 大概看一下 那在那個SQL 其實SQL我想它是這個 Structural 這個Structural 這個Query Language的縮寫 那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之前有 這個這個 比如說接觸過 SS 或者SQL Server Oracle的話 對這個應該不陌生 那DDL的語言的話呢 這個用在建立資料庫 建立表格的語法 就是定義資料庫跟表格 Table 那DML呢 是專門處理什麼資料的語法 裡面有四大功能 包含什麼新增 怎麼印射資料 然後呢 Update Delete Select 這個部分的話呢 跟其他語言是一樣的 那底下的話 全線部分我想用的比較少一些一些 主要是上面 那 比如說我今天要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 旅遊的 假設我今天要建立一個叫SizeInfo的一個資料表 這個資料表呢 然後裡面我要放一些 放一些資料的話 我必須要先Create一個Table 那語法的話呢 就是CreateTable Table名稱就是這個 叫SizeInfo 那裡面的話 我必須有 總共會有四個欄位 包含ID 那ID部分的話呢 我給他什麼 Test 然後後面加一個NasNoor 就是一定要有資料 另外給他一個Name 然後也是Test NasNoor 其實這邊 PhoneNumber Test 這個可以控的 Address 然後裡面的話呢 PrimaryKey是指向ID 利用這樣的執行之後 Sickel語法就會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 這個空白的Table 可以讓我們存資料 這部分的話是CreateTable的方法 那再來呢 我們像剛剛看到那一題呢 資料怎麼新增進去 實際上就是用Sickel語法裡面的那個 InsertIn2 InsertIn2 這個語法呢 後面加上什麼一個Table名稱 就是我們剛剛建立的那個Table 然後呢Table裡面呢會有四個欄位 所以你必須把這四個欄位把它輸入上去 再來後面加一個關鍵叫Values 也就是你要填進去的資料 分別就是把我們儲存格 就是Address裡面的資料呢 分別把它放進來之後 然後呢串成一個Sickel語法之後 就丟給SickelLite 它就幫我們把資料存進去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Sickel語法 直接讓它執行 讓這個SickelLite做執行 這個也是我們要學習的 那我想等一下我們來 請各位 我想 因為這一題複雜度也還蠻高的 那請各位 各位可以先再用先用什麼 用賄賂的方法 大概看一下我們書上的範例 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用賄賂的方法 然後呢賄賂現有的專案 自工作區 那裡面的話呢 請各位先把那個 我們書上的範例 我這個書上的範例 我是放在一個example example的一個範例是在 我的我們光 example的範例裡面 我印象中應該是 找一下那個example裡面 二 三